佩宁遙距健康監測系统 是世界上第一款由美国FDA认证 而且获得专利的医疗级穿大式装置 由佩宁指环和体温感应器组成 是一个可以遙距实时监测人体维生指数的医疗物劣网系统 在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期间 沛宁支援香港的安劳院社和政府隔离设施 提供中央监测系统 即时传输过千名染疫长者的维生指数 包括体温、血氧饱和度和密博率等资讯给护理人员 减少护理人员和染疫长者紧密接触的时间 减低护理人员染疫的机会 亦减低病毒带出社区 在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流行期间 佩宁科技分别受到美国和新加坡院社的邀请 帮助开发遥距监测产品 保护染疫病患 从2020年开始 我们不断改进我们的产品 令到它可以适合不同地区 药老院的工作环境和流程 而我们自己也看到 全球有人口老化这个问题要解决 所以我们一直都看好 叫它医疗监测系统的市场 所以我们要继续去投放资源去研发这个产品 因此在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期间 佩宁科技能够迅速为分散在香港各区的安路院 亚洲博览馆和启德邮轮码等 有数以千计患者的地方 设立遥距实时监测系统 同时也解决了隔离设备和人手不足等问题 香港65岁以上的人口 已经占了我们总人口超过20% 而我们专业的医疗人员也相当缺乏 每一千人其实我们只有两个医生可以照顾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投放更多的研发 为我们未来作出准备 预防性医疗保健和远程的监测系统 其实是将来的关键 沛宁遥距健康监测系统 令到护理人员可以随时随地 遥距监测患者的情况 减少了护理员和患者九成的非必要接触 大幅降低照顾者被感染机会 亦都减轻了护理员的工作压力 他的智能警暴功能 可以即时发现患者病情恶化而提出警暴 令到患者可以及时得到支援 我们的合作伙伴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亦都收到安劳院社很正面的评价 套系统不单帮他们省了人手 亦都令他们的护老员和老人家得到更好的保护 我们现在亦都在探讨究竟在疫情过后 怎样可以继续为他们提供这个服务 汇宁遥距健康监测系统可以进一步发展为 专为独居长者而设的健康监测平台 并且纳入远程医疗平台 令到更多独居长者可以享受到遥距医疗的支援 系统设计有充分考虑使用者的需要 为方便护理员或独居长者的使用 只要打开电源 将全感器带在使用者身上 维生指数包括体温、血氧飽和度和脈搏率等资讯 便会通过流通网络传送到中央监测系统 操作非常简单 使用者不需要有任何IT知识 都可以在三分钟内完成安装 当400套系统在亚洲国际博览馆的 社区治疗设施安装的时候 护理员用了不用两个小时便完成 而我们在设计这套系统的时候 亦都特意用了电话楼和网络 最主要的原因是令到一些老人家 即使他住在偏远地区 不能安装WiFi 都可以使用这套系统得到保护 培宁的遥拒健康监测系统 除了可以实时地监测到长者的维生指数 亦都提供了一个中央监测系统 令到医护人员可以及时地知道 长者的维生指数变化 而从而提供适当的照顾 而这套中央监测系统 除了可以减轻照顾人员的压力之外 亦都可以令到有变化的长者 可以得到適时的照顾和及时送远 香港在第五波疫情期间 有超过五成的新冠确诊死亡病例 来自安老院 请方备受关注 如果这类健康监测系统 可以成为安老院社的长期设备 我们就可以通过科技去监测 所有老人家的健康情况 如果疫情再来集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更好监测我们的老人家 不单只确保了老人家的健康 亦都确保了我们照顾者的健康 亦都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 体现科技为护老业带来的好处 希望可以见到更多的 乐平科技应用在安老院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